去年10月新北市虎豹潭吸水暴涨 造成现场参加自然体验营的六位民众 被冲走丧命 如今检方侦查终结 指出带队的苏信领队 明知当天天气不佳 仍带队出发 中途发现吸水暴涨 也没有及时宣布折返 而且在回程途中 也没有在队伍的前方来引导安全路线 才会导致汗事发生 也将他以找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 去年10月新北市双西区虎豹潭 因为山区大雨 在现场参加自然体验营的家长和小朋友 被暴涨的溪水冲走 造成六人丧命 事隔近八个月 如今检方侦查终结 任苏信领队部分 涉嫌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 另三名被告部分 因罪嫌不足不起诉处分 还原苏信领队种种疏漏 明知当天山区会有局部语事 仍在下午三点带领28名家长和小朋友出发 三点半已经可以看到北市溪水位上涨 却等到四点才宣布折返 不但没有选择不用通过河床的安全路线 苏信领队也没有在前方引导 让雪原自行横跃河床间的气势阶梯 就此导致意外发生 其实最前方受伤攻方向就是安全的路线 没有引导最正确的路线 那导致汉事的发生 检方指出苏信领队曾有多次阻止汉事发生的机会 但过完撤退的决定导致6人丧失性命 到现在也仍为和死者家属达成和解 被检方依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 接下来家属还要等法院进一步审判 只希望可以还给已经世事的生命一个公道 记者蔡志恒新北出报道